我没有 我像年八十 这狂书啊 真的是在做 你关系什么 杨子与肖战私下的关系 虽然表面上是兄弟 实质上不简单呀 余生是几年前拍摄的老剧 两人虽然也会合体营销 但也能看出两人绝对不是朋友关系那么简单 在余生的剧中 杨子与肖战那戏时 虽然表面上爱玩爱闹 大大咧咧 但是某些时候 杨子也会很细腻 也会有十分女人味的一面 也正是一些细微的举动 吸引了肖战目光 肖战也从不会当杨子是兄弟 而是一个女生 终究杨子身上有吸引住肖战的特质 而肖战也是常会用宠溺的眼神 看着闹痛的杨子 很惊变一次 杨子时在剧中故意被人孤立 被导演偷骂哭戏真的太假了 怎料肖战下意识对杨子关心一句 你很优秀 对杨子的爱意完全藏不住 肖战对杨子被欣赏 难道肖战是喜欢上杨子 只是爱你两人都是演员 在剧中就有刻意的避嫌 但肖战对杨子的照顾 完全能看出肖战想要追求杨子 那么杨子与肖战两人在一起般配吗 欢迎留言评论